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,农业农村部表示 春耕生产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今年夏粮丰收有希望有基础 不过,近期受疫情影响 不少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 有人担心粮食会短缺或者涨价 开始囤积粮食 这种做法有必要吗? 事实上,我国粮食已经连续5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 去年总产量13277亿斤 创历史最高水平 以14亿人口粗略计算 平均每人可以分到粮食948.36斤 远高于人均800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除了每年的新粮 中国还有大量储备粮 2019年,中国小麦、玉米、大米三大主粮库存 结余2.8亿多吨 尤其是稻谷、小麦 够全国人民吃一年以上 按照国际标准 粮食的库存量占消费量的比重 在17%到18%之间就属于安全区域 目前我国库存量远高于这一标准 总体来说 在过去五年 我国小麦供求平衡有余 稻谷供大于求 口粮绝对安全 有保障 既然中国粮食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每年还要进口呢 去年我国谷物净进口1468万吨 相当于不到300亿斤 仅占我国谷物消费量的2%左右 进口不是因为不够 而是要满足国内尝鲜的需要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专家介绍 我们进口的主要是强筋、弱筋小麦、泰国大米等 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剂需求结构 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换句话说 中国米面自给自足没有压力 根据粮农组织的调查报告 全球206个国家与地区中 只有33个能做到粮食自给自足 只有中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巴西、阿根廷 与新西兰这6个国家有对外援助能力 那么今年的粮食产量前景如何? 以产量占全年五分之一的夏粮为例 农业农村部介绍 我国东小麦一、二类苗超过87% 比上年同期增加3.5个百分点 早到也传来好消息 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 早到面积种植异想比去年增加400万亩 总体看 今年粮食生产开局良好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说法 受疫情影响 近期国际粮食价格确实有所上涨 但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十分有限 3月份以来 我国大米面粉价格保持稳定 市场供应平稳 而且从全球供应量来看 也不存在短缺问题 近期国际粮价上涨 更多是疫情造成恐慌性消费的影响 一旦粮食市场出现波动 我们国家有充分的调控手段进行平易 完全有能力应对外部影响 对此你怎么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